最少喔 這個八個球最少有猜到大概五個球左右 男士大 要輪到備號14號 潘勝華 潘勝華這一球 啊 潘勝華被複掉了 彭琳 在這一個12碼球猜對了方向 潘勝華 可是這個球是不是有抓那個 我在猜啊 是不是有抓這個雙腳離線啊 這個可能 導播可能要給我們一個鏡頭看一下喔 剛剛這個球在鋪叫的時候 是不是腳有離開了球門線 這個是可能的原因喔 待會可以來看一下 這是慢動作 剛才潘勝華起腳的時候 哎呀 這個就補射就補進了 哇 這台詩大大難不死 潘勝華 我在猜剛剛應該是抓到 抓到是離開 腳離開球門線 雖然雙方都有極高的球勝意志 但畢竟犀利網紅師是領先的一方 球勝的壓力應該相對較小 三手也比較放得開 換著石傑佩 四族上以及六族上 兩次關鍵安打 取得2比0領先 打到右半邊的方向 哇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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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一次 也是石傑佩 看石傑佩助謀 如我封李維 七夜女蕾 阿Rosa Arena 不過到了六局下 黃蜂洋頭 Casey Carson 是在滿臉狀態 直接化身七夜女蕾 彈舞翔平 二刀劉佳烈 這球 擊球的飛球 轉左外遠 攻不攻 遠到這球 這球 這球 啊 紅外 滿關圈的啦 滿關圈的啦 黃蜂洋現在逆轉領先 Carson 自助人助 哇 太高興了 吳家俊今天 似乎要打滿40分鐘 馬上第一分鐘到現在沒有下去過 這個結果 有點擁擠 要注意到進行時間 剩下4秒鐘 吳家俊 這球轉身 出界面了 第4千 蕭順益 蕭順益從哪邊飛得出來喔 活動籃板了 第4千伏跡 進攻犯規 這邊又要被抓了一個offensive foul 哇 尤明哲這個球 是尤明哲 還是呂雪リ 尤明哲這個球太衝動了 台體大這個時候 又不能夠犧牲一次暫停來穩定軍心 因為他還是必須把暫停給留住 所以現在就必須要靠場上的拳 自己要冷靜的去打球才行 在今天呢 台灣體育學院有簽名的學生 要北上跟全校的這個 全國的校友要在台北大會師來請願 那麼最新的情況如何 連線給記者黃玉銘 好的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呢 為了升格大學捍衛校民 今天動員了上千名的師生 走上街頭抗議 那麼來看現場最新的狀況 要不要支持黃世青和立委 好的 事實上呢 今天除了很多的立委到現場助政 包括呢 台灣知名的職棒選手 張泰山等人呢 都來到現場 因為他們也是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畢業的 那麼他們的主要訴求呢 就是呢 希望呢 可以證明成為這個國立台灣體育大學喔 不過他們的名字呢 跟另外一所在林口的國立體育學院呢 名字有衝突到 所以說呢 他們今天選擇到教育部旁邊呢 帶著上千名師生走上街頭喔 希望教育部呢 盡快給他們回應 否則呢 他們還是會持續抗生下去 好的 一廂現場的最新狀況 我們先把鏡頭還給國內 台灣第一所體育大學終於誕生 他是由位在台北林口的國立體育學院 以及台中的國立台灣體育學院整合而成 亞典奧運我們栽兩金兩銀一同之後 我們國內喔就是對我們國家的體育競技 跟專類的喔一個體育連財喔的一個水準的提升 為了讓台灣的高等教育更具競爭力 教育部推動大學整病 在兩年半前成立籌備處 終於通過兩校合併案 未來包括林口校區 台中校區 以及高雄左營訓練中心 規劃有五個學院 二十個學系 以及三十四個碩博士班 成為台灣體育人才的培訓搖籃 兩個女生跟著螢幕公開解釋 他們蒐集到的證據 可以證明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所設計出的登錄志願網站出了錯 他裡同學可能被迫從桃園到台中念書 因為這網站從一開始就沒有說明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的兩個校區分別改名 比照星就更新日期長了三天 不過這錯教育部可不認 主管機關第一個最簡單的答案就是 不讓我更改 為什麼 他們只是說 就是簡章上面是規定不能更改的 所以不能更改 他們會把責任是歸屬在 是不是歸屬在說 我沒有看清楚 那個消息是公布在哪 我沒有看清消息 所以這部分出錯是我要負責 簡單來說台灣體育院 過去就是桃園校區的簡稱 但現在改成台中區 才會讓人搞混 但或許只有兩個學校改名 考選會認為影響不大 不過人家裡同學可是很認真做功課 就擔心行政機關的錯會毀了他的生涯規劃 在那一本黃色的簡章裡面 它是有著名的 有分桃園跟台中 可是在登記志願的系統裡面 他們卻說因為已經發布消息了 所以系統已經自己更新了 其實十年之前的高中聯考也發生同樣錯誤 造成大批考生權益受損 對比過去 李同學只希望主管機關能證實這個錯誤 重新給他們一次選擇的機會 中聯新聞 國旺蘇許華川 台北採訪報導 這是今年五月 因為不滿女友提出分手 憤而行凶 殺死女友祖父的體大聲林靜智 結果法院判她無期徒刑 女友父親得知 反而說判太重 我父親也沒辦法再回來 等於說乾脆等於說退不祥 是說我原諒她的話 搞不好她跟著說我父親 她知道的話也不想說 因為她這樣子而斷送一個人情人的那個希望 認為林靜智原本是舉重國手前途一片光明 只是因為一時糊塗做錯事犯下殺機 儘管父親已經離開人世 自己也身受重傷 但吳寶全還是選擇原諒 要在二審時親自出庭幫林靜智求情 一個人輕人學生嘛 就是再給他一個機會 不然像我是那個受傷很重 這兩面也是撿回來的 指著愈合的傷口慶幸自己大難不死 儘管復健之路還很漫長 但吳寶全選擇放下 用原諒不讓自己繼續仇恨 也讓兇手能有改過自信的機會 三立新聞台北台中中 同學的家屬少來到台中是松竹路招魂 指腳杯好幾次都是笑杯 直到陳同學的媽媽出面喊話 陳媽媽眼眶半淚 一邊呼喊心愛的兒子 馬上連職三個聖杯招魂才成功 現場還有二十多位親友 都是陳家在屏東的親戚 上午特地搭遊覽車到台中 就是認為整件事情不單純 協助招魂也釐清死因 家屬認為如果真是上吊親身 為什麼全身會濕答答的 而且附近找到的水果刀和身上的傷口不吻合 認為都是不合理的疑點 家屬難過痛哭 消息傳到同學就讀的台灣體院 校方難過痛失一位優秀學生 基本上在我們系裡面的學生裡面 能夠考上教程的 基本上都是要經過一定的努力 才能考考 不好考的 不好考 大概四個裡面考一個 陳姓同學十一月二十七號當天 被附近民眾發現上吊身亡 警方著手調查 目前朝他殺方向偵辦 最快十二月三號就能解破 釐清死因 三一新聞中部綜合報導 胡姓女大學生和曾姓女室友 雙雙城市在住屋處 尋短動機令人費解 胡同學是台灣體育學院 競技運動系三年級學生 還曾是亞運女壘竹訓國手 胡同學留下遺書 說對不起父母 交代弟弟聽爸爸媽媽的話 也寫了一封給高中的教練 二十歲的年輕生命 有可能是體壇明日之星 卻來不及發光發亮 身材大概將近一百七十公分 那體重啊將近六十幾公斤 以投手的條件來講 是一個相當優異的條件 他的球路變化蠻多的 也是國家未來在培育的 一位後續看好的一位選手 胡同學的父親也曾是壘球選手 女兒繼承父親的專長 在球場上打出更好的成績 卻留遺書 要到另一個世界編織破绝的夢 東北新聞 無數品張九漢 台中報導 這名台中體院的黃信同學 多次出現在高鐵鄰櫃的櫃台 台中高鐵站能看到他的身影 每一下子又出現在新竹 不到幾個小時又在高鐵走營站看到他 他到高鐵並非搭車 而是拿著信用卡從網路上訂來的車票 再退票換現金 但全是盜用別人的信用卡 大學生不好好當 竟然淪為詐騙集團的車手 詐騙集團先用被害人的信用卡資料 上網購買高鐵票 由黃信同學跟同夥拿著購票的代碼 到超商取票之後 再前往高鐵退票換現金 雖然車票上已經蓋章注印 但黃同學還是有辦法 用酒精把換過的票還原成一張全新的票 車票上面會蓋有那個信用卡購票的搓張 然後不易更換現金 然後贊務人員很容易發現 然後他把那個車票拿到高鐵車站的廁所 用清水還是用酒精 然後塗改之後消掉那個資料 短短一個月用這樣的手法 流窜各個高鐵車站得手將近上百萬元 但配車票換現金 黃同學一張才賺一百塊 為了這六千多塊 換得的是被退學 還有兩項偽造文書跟詐欺罪 有期徒刑三年 東三新聞陳佳麗 葉宏傑 台中報導 駕駛開車準備回家 筆直的道路聽見的聲音 卻不止是風聲 刻意放慢車速再聽一次 確實有異音和一般開車的時候很不一樣 平常就只有汽車的引擎聲沒有嗡嗡聲 有玩車的人一聽就知道 是車子的避震器出了問題 因為我們都可以接受二手品它有一些缺陷 但是你要揭露 對我來說它是有點隱藏的那種感覺 黃先生想存額退款 卻沒個結果 後來還發現原來賣家 就是有台灣鳥人稱號的撐桿跳選手 今年32歲的謝家翰撐桿跳高5.32米 是全國紀錄保持人 黃信車主在網路上看到他販售二手避震器 強調是優良品好選擇 全國外觀沒有瑕疵 花了三萬一千元購買 再加上拆裝工資七千元 但裝上去之後 他的異常 如果你不花時間跟工資裝上去 你根本無從事前發現這個問題 你裝上去才發現 然後找他他又不理你 台灣鳥人謝家翰被控訴 網路賣商品有瑕疵 又不願退款 但他也替自己澄清 知道這個過程是怎麼樣 但是我可以確定的是 在我這邊是沒問題的 清理好他裝上去 這怎麼肯還退 謝家翰強調當初避震器 裝在他車上時也沒有異音 而且賣的價格甚至比行情還要低 這一回網路交易惹糾紛 買賣雙方喬不攏協商破局 也意外讓台灣鳥人 在網路上的車友身份曝了光 30新聞 張大生劉玉瑾台北報道 李承軒剛任那個游泳教練 號稱是體育界的王子 他是李承軒 在健身房當教練 陽光男孩的形象 讓他參加電視台交友節目 很多人喜歡 就連演戲 他也很在行 但李承軒也是這一次八仙城堡的受害者 當天他跟在伏涕待一的弟弟李承鈞一起到八仙樂園參加彩色趴 兄弟倆都沒躲過大爆炸 但爆炸發生的時候兩人失散了 弟弟非常著急 立刻打電話給遠在台南最親的阿公 後來找到兩人 哥哥李承軒重傷 送內湖三種 弟弟李承鈞 狀況稍好一些 送聯誼仁愛 其實李承軒跟李承鈞很少見面 因為兩人從小父母離異 哥哥跟著媽媽北上 弟弟跟爸爸留在台南 兩人這一次是難得相聚 卻碰上意外 八仙城包後 家人沒有一天睡得好覺 家人更打算 如果弟弟狀況好轉 要把他轉送到南部的醫院就近治療 女登山客 華玉山霸通關古道 不子斷癌 脆骨霸頭亡 雙化線一行十六人的登山進行隊伍 1月15上午 從霸通關古道 於前往雲農瀑布 觀賞風景時 一名55歲 陳姓呂山友 在古道1.5公里 不子斷癌出附近路段時 姨姨腳步未踩穩 不慎墜落到山谷內 應該是嗎 報警了 有通報 現場山友除報警外 也曾試圖搶救陳女 可惜 苦無救援工具 我們這次有 50萬人不夠長 南投縣消防局 11點多獲報 派遣20多名錦易蕭上山救援 在中午12點52分時 透過繩索垂降至 100米聖山谷 發現陳女鞋子 在下午1點12分發現陳女 但她頭骨破裂已明顯死亡 目前錦易蕭鎮設法 以繩索下方至溪谷 約250公尺深處 再由受救人員 以人力接駁方式 將陳女大體被運上岸